今天是9月23号周六 A股不开盘 在初五A股出现一个放量大涨 三大指数全线进攻 以后量能放大到7000多亿 A股可以说是您的一个难得的大涨 以后涨幅剧情是什么呢 带头冲锋的是证券 还有就是科技类 那很多朋友说 阿阳先生涨了我不敢追的 我不敢去了 那么还有哪些方向值得重视 其实我在强调很多回很多遍 除了科技之外 还有一个方向就是汽车 那么汽车会成为今年下半年市场的主线吗 尤其是新轮车怎么看 还有就是哪些板块要重视 带来这些问题 我们就汽车这个方向做一个技术的解读 如果大家对这个方向把握不住的 看不懂的仔细听 提醒大家视频当中讲一些技术 就是一个免费的分享物作为一句 还有就是汽车利好不断 为什么说汽车利好不断 大家看一下汽车 它其实在今年 它还是存在比较大的机会的 我觉得它有这么几个优势 第一个它是什么 它是有利好的支撑的 政策利好的支撑的 你可能会发现 近期我们的汽车方向利好是比较多的 对吧 很多城市都在什么 推更新换代什么意思 大家知道吗 推更新换代就是说 旧车换新车主要是汽油车 柴油车换什么换新能源车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工程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 在这个位置汽车的销量 汽车业绩同样引来爆发 大家知道汽车在我们说的 尤其是新能源车是吧 出现一个大幅度增长 其实对它的一个业绩形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支撑 还有我们汽车产业是什么 是当前的一个什么一个 除了一个房地产之外的 另一个资助产业之一对不对 汽车一涨 带着很多的其他产业 轮胎属于什么 属于塑料塑胶这一块的 还有汽车里面的什么 零部件对吧 还有我们的汽车壳子 汽车壳子嘛 钢铁铝对不对 所以它带头很多产业 这个毫无疑问是 有机会迎来一个大幅度上涨的 既然说了这么多 也知道它有什么原因 有什么要利好对吧 那接下来行情怎么看 哪些是重点 对于新能源车 我前期给大家讲了很多次 不是看它这个位置 在震荡在调整你就怕了 其实机会往往就是在这个低位 对不对 大家看一下这种位置 这个位置 其实就是大家一个低息上场的机会 入场的机会 后期反弹拉钢的概率非常之高 另外一个我强调了很多次 新能源车的话 你要注意一个细节就是趋弱留强高低切 什么意思 就是前期大涨过了涨几倍的不用 不要去追了 但是近期底部一些低位的 有此的重视 你比如说周五的话 有一些票大涨的 那么这些大涨的票 尤其是在低位的就值得重视 对吧 你像复林进攻这种票 调整非常的低 那么在短期出现暴涨了 所以放量了 所以说它涨停板被砸了没收住 但是我想问一下大家 你如果得仔细看 这里放量了 调整三天又出大阳线了 大家是不是发现了 我前期跟大家讲过了一个技术 什么技术 放量大阳线 我们怎么样 不追 但是回踩到低点 我们潜伏 这里拉大阳线 我们就可以获利了 我们就可以赚钱了 对不对 所以说在操作上面 大家要注意这个细节 还有你看 想等这种票的话 短期走什么 趋势 我说走趋势 那知道什么意思吧 就是说这个 均价线能够守住看多 你看这种票 它是原则五日均价线 一路走高 一路上行 那么这个五日均价线能够守得住 我们可以看多继续躺 没毛病不纠结 所以这个节奏就对了嘛 对不对 后期反弹一拉高了 我们就可以获利了 我们就可以什么 高位出逃了 是不是 但是也提醒大家高位这个位置 不要轻易的去顶 正常情况下高位是可以考虑减仓 可以考虑出货的 大家看还有一些票 近期调整到低位了 也是值得大家重视和留意的 对于新能源车这个方向 整体的走势 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什么呢 就是以新票为主 就说刚上市不久的 位置表低的 然后创业版更好 那么我们就可以做一个短期的一个博弈 他如果在短期出去放链了 出现拉伸的 那我们就可以抓住这个机会 获得一个比较好的受益 还有就是前期的一些人机票 回暖的 或说前期一些人机票对吧 回到低位的也是值得注意的 就比如说中通这种票对吧 大家看一下前期是属于人机变浓的票 那近期刚好又回到哪里了 你看回到前期低点附近了 对吧 这个是什么 这里前期低点附近 那么你在低点 可以做个短期的博弈 我觉得问题不大 在这里起满后 来了一个吉拉反弹拉到高位 可以减仓了可以出户了 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对吧 一定要记住 潜伏就好 不要低 不要追高 盘中吉拉冲哥了不要追 那我觉得盘中吉拉冲哥了 往往是什么 是出货的机会 好 那除了新能源车之外 与之配套的汽车零部件对吧 这个我也说了很多回说了很多次 汽车零部件 你看周五的话 他也上涨 但是这个涨幅幅度不是很大 对不对 整体来看 他现在是弱 弱于这个其他的一些汽车榜 比如说无人驾驶 那么在汽车零部件同样的原理 你要记住 他跟汽车几乎是同步的 所以汽车涨的话 他仍然会上涨 后期还是会存在一定的空间的 但是你看个股你就知道特点了 我在刚才跟大家说过 留意什么 底部刚刚启动的对吧 互零进攻就这种了 还有就是什么 就是像三年锻造这种 这种是什么 属于新股 刚上市不久的你看是吧 如果你在低位在这些低位潜伏的话 这里拉长阳 已经获利的大利的 当然这个是个概率 是吧 你不知道他明天会不会涨 不知道他会后期会怎么涨 但是你在低位潜伏进去的话 还是存在着一些机会的 是不是 好 除了这种情况你看 像这个 塑联这种是不是属于新股 是吧 低点你去潜伏去低息 经过这种是潜伏人气票 潜伏龙龙票 这里我想告诉大家一个诗就是什么 就是汽车零部件这个方向 现在唯一缺的 缺的就是吹了龙头 所以缺者赚钱效应 那在操作上面你就要注意了 追高要小心 追高要谨慎 因为你追高一旦你追错了 那么很有可能高位接盘 高位站稿了 因为他现在缺的是一个龙头 缺的是一个核心对不对 所以在操作上面你还是要保持 谨慎的态度 与之相关的还有一个方向 就是无人驾驶 这个也是需要特别注意 特别重视 无人驾驶 我倒是觉得他空间相对说比较大 为什么呢 所以在这个智能车的一个什么一个 越来越多 还有就是新能源车越来越多对吧 这个方向非常是什么有潜力 大家看他的一个k线 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 无人驾驶这个k这个你看 这个底部在不断的抬高 大家是不是发现 他底部在不断抬高 其实他不断抬高的底部 就是给你机会什么 给你机会什么 上车上车上车 如果你把握好这些低位低一些的机会 你是不是可以获利 甚至可以获得大力 对不对 朋友们 我认为这个1854不是高点 所以调整低点仍然是机会 仍然可以潜伏 可以去跟踪 无论这样子的话 容易出流股 容易出腰股 在周五大家看一下 出现一些票出现异动 好 涨的最好的是困难妄围 那困难妄围上涨 它是跟随air上涨 朋友们记住这个票是水air上涨 前期大家都知道在高位套了很多人 那我告诉你 如果你在这个高位套住的人 这里借这个反弹 借这个拉伸赶紧的先撤撤撤 这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 有机会高位给你出逃了 有机会给你高位跑路了 要赶紧先跑了再说 这种票去追高的话是存在一定的风险 为什么 因为大股东 他随时都有可能在高位砸盘了 对不对 他是跟随科技上涨 air这一块 好你看其他的一些方向 像光库这种涨幅不大的 还有像克兰基电这种 其实这种票的话 说白了就是属于一个轮动 那么这种票在操作上面有一定的难度 追高风险也是相对说比较大 所以大家一定要谨慎追高 那我这不说可能很多会说 二元先生那到底哪里有机会 对吧 前期低点附近的 你像这种低点附近的 你可以前伏可以低下 不反乘反弹 当然这种的话 我觉得反而没有什么 没有前期人机票那么好 前期人机票知道是什么吗 就比如说 这家四宝这种是前期人机票 前期农朵票 然后他的位置 你看 大开了一个位置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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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你会发现 哎 这里是什么 是前期的一个底部 那么到底部附近 我们可以考虑做个低吸做个跟踪 后面这里站稳了 一反弹拉高了 我们就可以获利了高位出场了 对不对 但是你要记住细节 下方这里是支撑位 上方这里是压力位 记住这个细节 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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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可以上车低吸的 上方是可以什么 可以下车的 但是你 一定记住 一旦这个强支撑位破掉了 守不住了 那么你要考虑先撤退 记住说了很多回 你也可以对很多次 但是你做错了就要认 这是大家注意的 他趋势真的没有改变 所以后期他不排除说暂时冲高 那你在这个位置 按正常走势 是可以在这个位置去低吸的 你后面一个拉高一个冲高 我们就可以获利了 我们就可以跑路了对不对 这个节奏这个湿度是可以的 可能很多说哎呀 哎呀先生这张票太高了 位置高了 我怕我不敢去 对吧 那么好 有一些低位的对不对 你比如说这种 这种位置是不是相对 偏低啊 位置是不是不太高啊 那近期调整是不是比较充分的啊 你看下前期他在这个位置拉高 这把这里出去把大幅反弹 你后现在回彩了 看这里 发现没有 低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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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在这个低点附近 我们可以上车 潜伏后面反弹也拉过了 就比如说你在这个位置上车了 在这个位置进场了 他拉一个大阳线直接冲到高位 冲到这个高位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检仓了 是不是都可以考虑高位出货了 那这个节奏是不是对的 那如果你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第一吸进场的 出现大阳线 进攻的 如果出现连续大阳线 就比如说像前面阵子 出现连续的涨停涨停涨停 那你不就吃肉了吗 你不就吃的大度了吗 那这个节奏这个思路不就出了吗 所以这种票这种位置适合那种什么 胆子比较小 又不敢去追高的 那么这种票潜伏更好 对不对 后期反弹也拉高了 你就有获利了 你有机会了 整体来看 汽车产业这个方向 大家是需要特别注意 特别重视的 但是由于前期有一些票涨幅比较大 涨的比较高 大家去追高还是要保持小心 保持谨慎 当然如果你实在实在不知道怎么办的对吧 去低龙头 谁比如说比亚迪这种票是核心龙头 那么近期调整算比较充分的话 那么你可以考虑在这个低点附近 对不对 大家看一下 那么你可以考虑在这个低点附近潜伏 低息 后期反弹了 也拉高了 那么我们就给逢高减仓逢高出货了 这个也可以 但是这种的话只适合潜伏 不适合追高 如果你去追高的话 风险还是比较大的 这是大家要特别注意 特别区别对待的 还有一个就是大家需要注意的是什么 汽车整车 汽车整车这个方向也是需要注意的 因为我在开头跟大家说过 汽车要更新晃代的话 对不对 更新晃代的话 那燃油车就是我们汽车 柴油车换在这个 这个新能源车的话 那汽车整车有一些个股的话 可能短期也会出现异动 出现爆发 那从目前旁边来看 它走势是偏弱的 所以大家在操作上面 可以重视 但是不能去追高 好这一期视频我们到这里就结束